喔!這風好涼喔! 阿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來谷關爬白毛山 我從白鹿吊橋這邊起登 好!出發啦! 上面是台灣基督教福利會 時間是民國61年12月25日 協助鋪水泥路面紀念 白鹿生產道路委員會制 白鹿吊橋過來以後呢 左右兩條路線在這裡匯合 就是現在這個岔路口 過了剛剛那個路口 還有2.1公里 才會到登山口 剛剛在那邊看到猴子 這裡有紅色油漆寫著三神土地公 在那邊 來到岔路口了 左邊有指標 距離登山口還有800公尺 前面登山口到了 從白鹿吊橋走到登山口 這2.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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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覺得我好像先走了一座小百越 然後再來爬白毛山 在這邊休息一下 步道導覽圖上面寫白鹿吊橋到登山口 要走1個小時 而我是走了70分鐘 然後登山口到三角點 要兩個半小時 從登山口到三角點 2.3公里 好 休息完了 現在要開始走白毛山步道了 連續陡上啊 離開了0.7公里的休息區以後 這一段就是人線 坡度比較緩 比較好走 走在人線上 有風吹過來 滿涼的 來到1公里了 走了1公里 剛好花了1個小時 現在又是下坡了 剛才遇到一位山友 聽他說 以前 車子可以開到登山口 後來都全面禁止了 所以來爬白毛山 一定要走那2.7公里的水泥路 產業道路 下面是古關大道院 上面是東莽山吧 今天氣溫也是二十幾度 可是山上風蠻涼的 走在這一段 還蠻舒服的 來到1.5K的 又是一段陡上 這段蠻陡的 好 這裡繩子 這裡繩子已經有一點磨損了 所以抓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上來了 出現樓梯啊 這段蠻陡的 連續陡上啊 這段不太好爬 2公里的里程庄到了 剩下300公尺 這處事也很好 地上 地上都有鋪網子啊 比較紫滑 比較紫滑 這風好涼啊 前面有涼亭 花了兩個小時十分鐘到達三角點 好在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有涼亭可以休息 休息了25分鐘 現在 遠路折返 下山啦 地面有鋪鐵網 有紫滑的效果 一路抖下 下坡也不好走啊 下坡時這個路面蠻滑的 回到登山口了 時間是下午一點 花了一個小時 十分鐘 下來 回到白鹿吊橋了 來回走了快十公里 花了六個小時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 分享 按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strikes reviews 請見 ückt 按讚